王志文在一次出演谍战剧的消息传开后 许多观众都开心不已 想起了他曾经出演过的《无悔追踪》 《旗袍》等经典谍战作品 作为一位戏龄长达34年的老戏骨 王志文的作品涉猎了各个题材 其中自然也包括谍战剧 而且他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因此观众才对吴剑期待不已 吴剑讲述的是高级特工陆锋 在为汪伟政府工作的过程中 逐渐发现了汪伟政府的真面目 于是弃暗投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并成为了地下党潜伏在军统内部重要卧底的故事 期间陆锋还遇到了曾经的爱人陈希 两人虽然对彼此依然有情 但是身份的对立却让两人无法说出口 直到几次任务后 他们发现了对方的真实身份 这才不顾危险走到了一起 王志文出演谍战剧的经验很多 他和刘佩奇 李冰冰等人主演的电视剧 《无悔追踪》就是一部谍战剧 王志文饰演的冯进波与刘佩奇饰演的肖大力 都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后来王志文又陆续出演了《风声》 《叛逆者》等谍战作品 表现都非常亮眼 与王志文搭写的靖东也是一位实力派 他的成名作《伪装者》也是一部谍战剧 靖东在剧中饰演大哥明楼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因为他有着多重身份 表面上明楼是汪伟政府的高级官员 深挖之下能发现他军统特务的身份 但实际上他是中共地下党 潜伏在敌军内部的历任 因为身份复杂 明楼被家人误会 与女友分崩离析 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活在阳光下 是一个令人心疼又敬佩的角色 靖东的精湛演技 使得这个角色更加饱满真实 让这部剧成为了经典 也让自己一夜爆红 是典型的演员与角色互相成就 时隔多年 观众们没能等来《伪装者》的续集 但是却等来了靖东的另一部谍战剧 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王立坤出演谍战剧的经验也不少 他曾出演《五号特公主》 《告密者》等剧 还多次跟于震有过合作 相信他对谍战剧一定不陌生 王立坤虽然是娱乐圈里 有名的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派 但是他性格却极为低调 这一点很难得 其实女演员出演谍战剧的压力是很大的 戏份少一点 观众没印象 戏份多一点 观众又嫌弃 古丽娜扎和陈伟廷主演的一部 都市谍战剧就差点因此被观众吐槽 好在经历了全网黑之后 纳扎早已调整了心态 不但没有被差评击垮 反而积极改正 也许是他的认真态度打动了网友 大家对他改观了很多 他代言的手游原始传奇 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 叠战剧是非常难拍的题材 一方面是主角的多重身份很难演绎 另一方面就是 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戏份不能太幼稚 非常考验剧本和演员 不过无间有着强大的制作班底和演员阵容 观众们不用太担心 一起期待王志文和靖东 给大家演绎一场叠战风云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靖东深陷中年危机不自知 网友纷纷攻击 到底因为什么 靖东在2003年 从中央喜剧学院毕业 科班出身 出道很多年 不温不火 一直到伪装者播出以后 靖东才开始红火起来 当年就得到了最具实力男演员之奖 可以说这部电视剧 让他突然获得了很多人气 而原本一直在积累的口碑 一下子上涨了 在此时 他已经骤然成为了一线演员 一跃成为观众心中的中年男神 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也让他体验了一把 在风口浪尖 一一了解 好像他真的飘了 一 装文化人 在网友观众眼里 无论是他出演的角色人物 还是真实的本人 都是走着极高的文学素养 但是却翻车了 一 卖弄文化某一天 那一天刚刚好就是中国农历的双将 而近东或是想借此展现一下自己的文化 后来便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 枯草双花白 寒窗月新影的诗句 这句就是路由双月中的经典诗句 但是仔细一看 网友们却发现 在路由的双月中 这句诗是 枯草双花白 寒窗月影新 而近东却把月影新写成了月新影 当时这件事情遭到了网友们一大波的嘲笑 因此大家都觉得近东在刻意显示自己的文化水平 其实他就是一个没内涵的人 搞得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变得不好了 他因此而丢失了很多的路人员 二 张口就来 一次活动中 他接受采访 要是自己平时也喜欢骑摩托车 还会和胡哥一起 并表示 他也有意愿将举行一次一万公里的骑行计划 这话乍一听似乎没什么不妥 但是仔细看看他说的公里数 无疑是把人吓了一跳 近东估计对这一万公里根本没什么概念 简单来说 横跨祖国南北的距离才五千公里左右 一万公里已经可以跨越大半个地球了 网友表示 他或许是真有这个骑行计划 但是一万公里的里程明显是夸大其词 这是近东缺乏常识 又想要以此获得记者惊叹 导致胡说了个数字 尴尬的却是自己 三 引用诗歌翻车 近东刚拍完一部电视剧的时候 他在网上写了好几段短文字书法感受 说自己要和这段经历说再见了 还引用了强调是樊高的名言 在这个薄情的世界上深情地活着 令人惊讶的是 樊高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 而是网上非主流句子 最后就成了樊高名言 网友表示 很显然 近东恐怕只是在网上随便搜索拿来用的 根本就不知道 樊高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四 李健都觉得无语 当初他和李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那场采访经典对谈 近东在现场每说一句话 几乎都是翻车名现场 都是大刑射死瞬间 是个人都替他尴尬啊 可能他甚至面对的是李健吧 一个学霸及音乐人 饱读诗书 出口成章 为人身世又不张扬的李健啊 近东的一句寒暄 喜欢李健身上的真 起码比中系的学弟学妹要真 要了命了 貌似他自己认为称赞了李健 实际上把自己母校的师弟师妹 变得一无是处 哎 尴尬啊 这话听得李健都无语吧 当时李健听到这句话 简直吓了一跳 连忙客套白手说不是 而近东却还跟着继续补刀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事实 妈呀 尴尬至极呀 接下来更致命 近东也赶紧表示 自己不能为了与李健聊一次天 得罪了母校 然后 接下来的一句话 再度让人崩溃窒息 近东 竟当着台下一众人民大学学生的面 说中系比人民大学好 李健又一次打圆场问 是不是伙食方面 结果 近东举了自己和经纪人的例子 说经纪人在人民大学读了四年 最后变成了自己的经纪人 台下的学生再次一脸懵 而在后面聊到音乐时 近东表示自己跟李健 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样的比喻 李健谦虚地表示 没有那么多 结果近东来了去 那就暂定为九万多公里吧 十万八千里换算成公里 才五万四千公里而已 真是太尴尬 我尴尬死了啊 救救我救救我 二 小肚鸡肠 没有内涵 娱乐圈中 敢说真话的人不多 主持人金星 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金星在点评娱乐圈中的人和事实 虽然言语比较希腊 但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支持 因为他的点评并不是毫无根据 2017年金星秀上 谈到近东时 金星说道 我对我最喜欢的近东 最失望 角色都是雷同 最近演的角色 我以为是欢乐松二呢 也是一样的外科风云 也是这个样子 完了这个 我的前半生 也是这个样子 穿了个西装 很漂亮 很潇洒的 给我一大堆心灵鸡汤 什么事都懂 雷同 但演的还是很好 这不都是实话吗 都是观众网友的心里话 为什么近东不承认 而且金星也是喜欢他这个人的 只是就角色说了一下 这个时候 被称为国剧门脸的热门剧局狼牙榜 欢乐松制作方正午阳光影业 于官方微博发布 正午阳光业务板块调整公告 宣布解约了包括 近东王凯在内的17名演员的经济合约 并称 即日起 正午阳光调整业务板块 取消艺人经济业务 未来公司将更加专注于内容创作 公告发布后 王凯转发了正午阳光 该条微博并表示 明白也理解 您让我们出去闯荡的心 而家永远是家 正午旗下其他艺人也均发文表示感谢 而近东却并没有发布感谢信息 而是发布了如下内容 本人与正午阳光 自始至终都不存在经济合约 另一种说法是针对王凯 近东的粉丝在转发里挑明 王凯粉不要拖其他人下水了 不男不女骂的就是你 因为金星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近东说的此人并非自己 我和近东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 我也是很欣赏近东的 随即近东也是声明并非是金星 因为私下和金星有交集 一直都称呼他金姐 综合种种 近东很有可能说的是 和自己事业上有竞争的同行 或者同公司的演员 最有可能的也许是王凯 大可不必吧 两个人还不少合作 怎么能用不男不女来形容 网友猜测 近东开思的真正原因 也许是一哥之争 哎 总之 近东的好感 间接败光 可能艺人也需要这样的操作 你们喜欢近东吗